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宗教与迷信 宗教信仰呢原本可以帮助人们进化心灵 但是最近以来台湾却发生了好几件 以强调灵异神机的迷信手法 骗财诈欺的事件 可是有些信徒在事件被揭穿之后呢 仍然深信不疑 纷纷声称他们的信仰没有问题 使得社会大众对宗教信仰也产生了怀疑 我们要请教圣言法师 究竟该如何判断一种宗教是不是正性的呢 如果选择了不是正性的宗教 又要怎么样才能够跳脱出来呢 其实在宗教的现象 宗教的行为和宗教的信仰啊 自古以来很难驾驭啊 明清啊 说哪一个是正确的 哪一个是不正确的呀 最后呢 这样的说啊 可能比较啊 可靠一些 就是 凡是历史悠久的 而真的去考验呢 它 它是比较啊 可信的 可信来的 但是也不能说新的宗教啊 绝对是坏的 可是呢 多半的新的宗教啊 只是呢 一时间的一个潮流 不能够维持太久 那新的宗教的产生呢 都非常能够吸引人 就是啊 能够投合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心所需求的 他们就提供了 因此呢 新的宗教 反而比一种传统的宗教啊 容易啊 得到信徒 但是呢 这就像是一种时贸的风潮一样 往往新宗教啊 只能够维持一段时间 就 马上就不见了 那新宗教的产生呢 也不能说 那个就是邪教 问题是在于啊 宗教的本质 它是啊 靠信仰来维持的 信仰不是科学 不能用人的一种啊 判断啊 来确定它的是啊 正和邪的 但是呢 宗教必须有个原因 这 我们站在佛教的立场来讲 所谓正信啊 是第一个 不能有个人崇拜 凡是有个人崇拜的宗教啊 是有问题的 所以 佛说 我不领诵 我也在身中 我也在身中的意思是说 他不是一个领袖 领袖不是他 只要依法为师 依戒为师 这就是说 依他的思想 依他的修行的方法 以及他给记者们呢 说你的生活规范 照这样子做呢 那就够了 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 并没有偶像 乃至于过了将近五百年啊 人间才有啊 需要偶像啊 要塑像啊 雕像啊 画像啊 来崇拜的 所以释迦牟尼佛并不重视啊 也不主张啊 以个人崇拜 所以 第一个 宗教信仰不在于个人崇拜 而是要人家信仰法 信仰啊 以原则 规则 那么第二呢 宗教的信仰虽然呢 是要超乎于自然的 但是 宗教信仰一定不能够违背善良的风俗习惯 仁理 道德的标准和啊 制度 当地的环境啊 里边认为是一个善良的风俗习惯 以及啊 法律啊 和啊 道德的标准啊 这宗教必须是遵守的 宗教到哪个地方啊 它一定要遵守到当地的 当时的环境里边啊 所有的 共同的规范 如果违背了这些共同的规范 那这个宗教啊 就不能存在的 也可以说 它是啊 不正常的 第三 凡是一个宗教啊 不会啊 出尔返尔 宗教一定有它的自己的稳定性 如果一个宗教呢 它神性和魔性啊 难分难辨 它所谓神性 是非常的强调啊 它的神圣性 它的伟大 它的崇高 它的神秘 它的神奇 这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它可善可恶 但是啊 信仰它的人呢 它在爱护 不信仰它的人呢 它排斥 对于啊 反对它的人呢 它痛恨 对于啊 拥护它的人呢 它赞叹 这个 对于啊 人类 对众生呢 所谓爱和慈悲 是不平等的 所以一个宗教 是正确的 正好的宗教啊 对于所有的人 是一视同仁的 甚至于 对任何一个宗教 它有包容性的 如果啊 排斥其他的宗教 而更容许它一个宗教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是呢 魔性和啊 神性 往往难解难分啊 那这些宗教是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根据以上的几个原则啊 来判断一个宗教的话 我相信 就可以认清啊 什么是正确的宗教了 我们看 观众朋友您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从历史上来看呢 我们知道宗教可以分为正教跟邪教两种 那究竟这两种宗教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一般社会大众又该怎么选择 才不会悟性邪教而不自知呢 让我们一起来请教圣言法师 宗教 是啊 从这个信心 产生之后呢 就会产生一种力量 信心一定有信一个对象 如果仅仅信自己 而没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信了 而它不曾去过宗教 而不曾去过宗教 所以中国的禅宗啊 是相信自己心中有佛啊 往往就不能够立入宗教的 一种性质上去啊 不能贵略为一般的宗教了 宗教的條件就是信徒對於特定的神 或者是特定的人格把他變為一種神來看待的時候 就形成了宗教的行為了 或者是一個人對於某一項東西或者事物產生了神格的信仰 那也是成為一個宗教的現象 所以我個人是研究了幾十年的宗教 我認為宗教現象裡面有很多次騙局 就是如一般的社會學者所見到的 從心理學從社會學來分析 那可以撤穿許多騙局的一種宗教行為 但是宗教的現象就能夠一開而論的全部都是騙局 全部都是非人造的神這個是不公平的 所以宗教它的確是有一些東西是非人力所能知 非人力所能夠了解的一些神的神秘的東西 但是既然是神秘既然是不能讓人去真的了解它 所以那也是個危險的東西 你信它的時候它會給你一些幫助 但你不信它的時候可能就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一般的低級的宗教啊 它是神心和魔心難分的 你比它好的時候 你崇拜它的時候 你接受它的指令的時候 它是幫你的忙的 當你有一些反叛它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要 身心會要受到傷害 那也就是說 受這些啊 宗教的信仰的 這背後的靈或者是神 所控制 那麼因此呢 我並不啊 否定了 宗教的現象 之中是有啊 真的有靈旗 或者是有鬼 或者是有神 這些東西存在的 但是呢 神鬼或者是靈啊 這都是呢 一時的現象 不可能呢 維持很久 許多的宗教的 這種新興的一些靈媒性的人物 這個時候的信眾們呢 就在遇到了神了 真正遇到了佛了 真正遇到了佛了 真正遇到了活佛 活菩薩了 其實那不過只是一種啊 引起的寄生 寄託的一種現象 那這種現象呢 最好啊 不要去信他 他雖然是有靈驗 有意象 但是你信了以後啊 這個就是說 這個什麼 進鬼神而遠之 是可以的 是好的 還有呢 最好啊 不要跟鬼神打交道啊 人為什麼要跟鬼神打交道 人跟鬼神打交道呢 情為容易 送鬼難 這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事件 所以是人呢 有了問題的話 最好去找人 不要找鬼 找靈 找神 找人呢 有智慧的人 來幫助你 是最好的 如果是 還是找 用鬼 來趕鬼 用靈 來退靈 用神 來治神 這個 都是啊 很糟糕的事情 認為 好像借到一些力量 其實啊 這是一個 越來越糟糕的事情 等於說 你找到黑道的人 來對付黑道 那你始終是在黑道裡邊呢 受他們的裹隙 受他們的控制 你就走不掉了 因此 對於我來講 遇到的這些人 有一人呢 遇到了這些問題的時候呢 如果要我幫助我 我很簡單 我說你 從此以後不要再碰他啦 從此以後你再不要去啦 雖然他會技術不斷地干擾你 還會來找到你 你不要去呀 你不要相信他 雖然有一段時間 你的身心都不自在 你感覺上你很恐懼 你受到一種什麼力量啊 讓你覺得很痛苦 但是呢 你可以都拜佛 你可以啊 自己就是拜佛 同時呢 最好的一個方式呢 關空 空的意思呢 就是我的身體是假的 你要抓我去也沒有用 我的心也是假的 你也抓不到我 我也不怕你 你要抓我 我 我不去 你要我去 我不去 你要抓我 至少我不想去 你一次一次的來找我 我一次一次的不想去 這樣子 但是呢 還是要做拜佛 拜佛就是你在家裡拜也可以啊 你一定要到妙禮拜啊 你到妙禮拜也可以啊 但是你不是 這個 為了求佛來幫助你 來打那個鬼 不是 讓你的心中啊 增加你的抵抗力 如此 如果 如果能夠這個樣子的話 那 這種 情況 漸漸就會 消失 但是 要有耐心 如果你 現在一年 兩年 三年的人 你至少也要幾個月的時間 你要有耐心啊 幾個月的時間受困擾 然後 漸漸漸漸 又來又清 又來又清 最後就沒有事了 非常歡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節目 獵狐呢 有一位吳小姐寫信來問道 她常常跟幾位聯友去做臨終祝念關懷 祝念完畢之後 有的時候呢 會看到王者的面相 莊嚴紅潤 有的人 則是全身柔軟 不禁讓人讚歎祝念的功德殊盛 但是她想知道的是 祝念一定要念阿彌陀經 跟阿彌陀佛的名號嗎 如果家屬要求的話 能不能改送其他的經典 或者是聖號呢 讓我們恭喜聖言法師 來為我們開示 替這個王者案 祝念的時候 念阿彌陀佛 大道裡呢 應該銳像出現了 裡面是紅潤啊 或者嘴唇發紅啊 或者是全身柔軟啊 但是呢 有一個王者啊 相反的 念誰發黑 他們就擔心了 這是什麼什麼問題發生 大家都希望啊 面色能夠啊 紅潤啊 那是非常好的 但是面色髮黑啊 大概是不好的 那我們現在要問呢 那我們現在要問呢 所謂銳像是什麼 銳像一定是面色要紅潤嗎 還有一般的王者過世了以後啊 面色究竟應該是怎麼樣呢 有的說 像死人的臉 那就是啊 黃 焦黃 映白 或者是呢 灰暗 這個是正常的 他身體裡邊的 一種啊 氣體啊 在過世之後呢 他已經啊 表面化 浮起來 浮到啊 臉上來 皮膚上來 如果是 過世的時候 他身體已經放鬆了 什麼都放下了 那麼在這個時候 很可能呢 身體上的情況啊 會轉變 那怎麼樣的轉變 不一定 紅潤也可能 蒼白也可能 灰暗也可能 所謂發黑啊 大概就是灰暗的意思 這個是都是這個王者 的身體的 肉體的變化 不能夠 以他 因為啊 身體 顏色變得黑啊 說他是啊 念經念錯了 或者是嗎 念佛念錯了 或者是他討厭念佛 他又不是灰暗 灰暗那時候生氣的時候 臉上發黑啊 這已經是 是個遺體 所以這個是自然現象 不要太執著他 另外呢 身體柔軟 面色紅軟 是不是等於說 他一定啊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呢 不一定 有的其他的宗教 他們很可能呢 因為在臨終的時候啊 叫他升天啊 那都是啊 他們信仰的最高的地方 心境都是很愉快的 所以身體也會柔軟 面色有可能會紅潤 那麼我們念佛的人 佛教徒來講的話 當然 我們呢 他 這個 對於這個王者 不管他生前信不信 而 其他託念的時候 是念的阿彌陀佛 而且給他開始的時候 要他升西方極樂世界 他的目標 他的方向就是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而我們現在的註念的人呢 平常就是念的阿彌陀佛 平常對阿彌陀佛的這一種啊 感應啊 相信力啊 這是非常強的 所以是念阿彌陀佛是最好的 但是 也有啊 意外的 不是 意外的特殊的 比如說 此昂法師 過世以後啊 因為他 相信他自己是啊 都生論院 的一種菩薩 或者是呢 他要往生都生論院 送到明樂佛 明樂佛那邊去的 所以是 他往生的時候 替他做念的時候 念什麼 念的是 當來下一城 明樂專佛 還有一位近代的一位高僧 他去大使 他也是法院往生啊 都生論院 因此呢 他往生的時候祝念 當時我也去祝念啊 也是 念的是啊 當來下生 你來尊佛 沒有問題啊 他自己修行的法門 自己希望 要生西方基督世界的話 就是 念阿彌陀佛嘛 還有 有人說 我平常都念觀音菩薩 我們念阿彌陀佛啊 我死的時候念阿彌陀佛啊 是誰來借我啊 其實是一樣的 觀世音菩薩 就在西方基督世界 阿彌陀佛 在西方基督世界 觀世音菩薩 是啊 準備著 繼承 阿彌陀佛 在基督世界成佛的 一個大菩薩 阿彌陀佛 平常念觀世音菩薩 臨終的時候 念阿彌陀佛 沒問題 還有 平常念要是佛 認為消災 嚴受要是佛 希望不死 希望嚴受 平常都是念的要是佛 我們給他還是念阿彌陀佛 為什麼 要是進那邊 也鼓勵啊 修要是法門的人 求生西方基督世界 對阿彌陀佛也介紹西方基督世界 沒有問題 第一 他在生的時候念要是佛 還是為他臨終關懷 念什麼 念阿彌陀佛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念阿彌陀佛的 另外 平常念地藏菩薩 就怕下地幼 地藏菩薩不是 老是在地幼裡面 不過地藏菩薩是在地幼裡 社會到地幼裡度眾生 地藏菩薩子弟本人 他的法身 不是在地幼裡頭的 不要把地藏菩薩拿似的 不一定在地幼裡面去 地藏菩薩 念地藏菩薩 會不會到西方基督世界去 可以 一樣的 所以是 作為菩薩們 你們如果 對一個往生者 祝念的時候 你平常自己是念阿彌陀佛 其他念阿彌陀佛 而我們現在作為祝念 大概就是多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好笑 звуч точ 那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